關於金華城案的這個部分 彭正生他到議會來說明是8月20號 可是今天已經被約談了 然後約談之後 我們當然不知道說 他到底講了什麼樣的細節 可是你要知道的是 他今天有出來 但是是因為他說 涉嫌重大 但是不需要羈押 然後把他限制出境出海 對不對 所以代表他的身份是什麼身份 他是被告 已經是被告了 確切很清楚了 因為他今天是以貪毒案 是被當成被告 所以讓他限制住局 那這一件事情就事關重大了 就是柯文哲下面的副市長 居然涉案 而且就是貪毒 你知道貪毒的重刑是可達無期徒刑 他比貪污還要高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事關重大 因為這個貪毒的部分是說 你是公務人員 你明明知道不可以做的事情 你卻沒有積極地去防止他 當成沒看到 你就負責犯了貪毒的這個罪行 所以如果彭政生犯了貪毒 那柯文哲會沒事嗎 柯文哲當然事情大條了 所以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時間點好巧 柯文哲等了好幾天 都不出來針對於他這個政治獻金的專戶 來開記者會 剛好早上突然接到了通知 說彭政生今天早上被約談 然後律師也剛好去 跟上個禮拜爆料的訊息 是完全不一樣 上禮拜是說他改時間 他什麼時間不知道 因為律師要出國 原來沒有 是把他整個提早 提早到禮拜一 說他今天早上情緒不是很穩定 可能也有這個觀念 有可能 而且柯文哲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彭政生 今天早上是被約談的時間 所以他在今天早上 他在約在今天這個時間 針對於他的帳目的部分 去做說明 所以大家怎樣 大家都去追帳啊 因為帳比較好了解啊 然後彭政生那件事情 現在檢方約談到底到哪裡 那條事比較大條 所以大家就散掉了嘛 可是我覺得躲得了一時 躲不了一世 因為金華城這個案子 如果彭政生有事 核准讓科 核准讓金華城 拿到500 這個拿到800次的 就是柯文哲 違法違規准用都跟條例的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怎麼會沒事嘛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現在真的抽到一旦啦 那我覺得 這個檢察官辦案 應該一直在收容了嘛 現在已經到了非常內圈了嘛 包含這個彭政生的嘛 接下來黃珊珊有沒有可能 黃珊珊在這個案子裡 這個案子有他的角色嗎 黃珊珊在這個案子裡面 有沒有角色 我覺得檢察官也應該好好的去查一下 因為這個金華城 從好龍斌到柯文哲任內 陳情了非常久的時間 黃珊珊在議員的時候有沒有曾經關心過金華城 柯文哲對金華城的立場轉變 從第一屆不理陳情不理 到第二屆積極的用簽章的方式 護送金華城到840這件事情 黃珊珊有沒有角色 我覺得檢察官也應該要進一步的去仔細查 跟了解 好那瑞德哥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資深媒體 他的評論是說 柯文哲離土城比高宏安還要進 這個說法其實蠻驚悚 柯文哲離土城比高宏安還要進 那因為今天的進度這樣子 你長期之前跑這個社會司法 你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那麼我要稍微糾正一下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一定比高宏安離土城近 因為高宏安在怎麼樣都不會去土城 如果有判罪確定的話去歸山 他是歸山 請大家弄清楚 因為攀守所是大概在地檢署階段 不好意思 如果頂頂會去押 所以高宏安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一審已經判七年四個月了 如果判刑定念的話 一定到歸山台北監獄女子監獄 柯文哲會不會去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今天他今天做了一件事 檢察官傳的 我是上個禮拜 這個就已經把這個傳訊的 像樣的動作都展出來了嘛 那麼事實上呢 傳了彭正聲的以後呢 他做了一件事 傳了三個小時以後讓他回去 回去了以後呢 雖然好像表面上沒有交保 但是他給他限制出境 出海限制住居 什麼意思 他你有來配合偵訊 我認為這個還算態度不錯 所以沒跟你交保收壓等等 但是我認定你 因為他已經是第二個 我其實上個禮拜也已經講了 本案出現第二個被告了 那彭正聲已經是第二個被告 所以他認定他涉案程度重大 也就是說他涉及金髮城的案子呢 檢察官認為他涉案的程度呢 也越來越高了 很重大 所以限制你出境出海 怕你跑掉嘛 如果沒有怕你跑掉 為什麼要限制出境出海 跟那個限制住居 所以他有這樣的一個 有一個限制的話呢 這樣糟了 為什麼 因為請問一下 彭正聲自己本身會單說是我嗎 如果是他單說我的話 他今天就出不來了 今天就直接送 這個可能到台北看著我去 所以他沒有承認是他嘛 他可能是辯解 就是說不是我 我記得沒有意外的話 不是檢蘇培他責怪檢蘇培說 其實他沒有說柯文哲是說 最高行政首長 他的最高行政首長 當然不是行政院長 對不對 也不是市長夫人 對不對 只有一個人 叫前台北市長 不叫柯文哲嗎 對不對 那所以呢 緊接而來 他整個全部幾乎啊 該傳的人 我聽說包括那些 這個都省委員 有不同意見的 這些都已經問完了 那基層的台北市政府的 科長 科員 這些也問的差不多了 把基礎鞏固了以後 警戒而來 會把這個都省會的主任呢 就是彭哲生 傳來了以後 只剩下一個人 就柯文哲了 所以這幾天 大概把它都抵定了以後呢 如果最快最快的話 這禮拜下禮拜 搞不好就會傳柯文哲來問了 那問了以後呢 會不會就有這個相關強制性 不一定 也可能把它先放回去 然後回來再怎麼樣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各位 從柯文哲是十幾年來 這樣囂張跋扈 不可一世 左罵名嘴 右罵恥意 有沒有 說到有話說到 到底都在罵別人 有沒有 什麼時候看過他像 今天早上記者圍過去 要跟他問相關的 那個case的麥克風 堵給他一遍 再問我要生氣了 再問我要生氣了 我要發明氣了 你知道嗎 他非常非常的焦慮 我問你 甚至那天推開門 看到人家 看到人家嚇一跳說 以為是檢調上門 原來是粉絲送八個獸桃 六顆啦 六顆 不好意思 三姿加兩顆 利息啊 加利息 加兩顆 為人不做 虧心事 半夜敲門心不驚 什麼樣的人會覺得 我問打幾次 在問旁邊 那就是標示 他非常非常的焦慮 他今天早上那種 跟在批評 跟在惱羞成怒 你就知道他心裡面 有多焦急 而今天傳了彭正聲的以後 因為我跟你說 這幾天絕對都睡不著了 那Grace 我們用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因為你在柯文哲身邊待過 柯文哲講說 你們在問這樣 我要生氣囉 其實之前柯文哲 有很多深東即西的方式 常常就是你問他什麼 他就哎呦 然後就飄走了 有沒有 他會用撞身子 就這樣帶過去 可是今天不一樣 因為畢竟下午有記者會沒有錯 可是會報是會報的事情 早期的新聞 早期要走 所以就記者就去他家等 他在等的時候 就追問一些問題 然後追問者 他說他不是下午有記者會嗎 你們在這樣追問 我要生氣囉 你覺得這背後有什麼樣子 可不可以解讀一下他的心情 我是想要解讀一下我的 我的這個心情啊 就是說 你要解讀你的 就有人問我說 8月6號為什麼要柯文哲生日快樂 我第一個講的是木可 其實你大家在這幾天 包含記者會 這個完美的這場記者會 你就知道柯文哲在財務上 最信任的是誰 所以我就點到這 那這個關於金華誠的部分 誰啦 誰 關於金華誠的部分 沒有講 沒有閃 不一定跟黃珊珊有直接關係 但是我認為如果真的有 這個所謂圖利之嫌的話 那這個金流的這個有沒有 跟這個所謂柯文哲有直接關係 我覺得這一定要查得清楚 大概是